吉普北市警中大麻 还收贿帮毒贩查个资 身为警察竟然中大麻 还帮毒贩偷查个资 根本不配当警察 原本在中正二分局任职的林玉博 和毒箫合作 在新竹名宅中大麻 仅仅去年发动搜索意外发现 他不止深入毒品案 还查出有毒贩为了要讨债 请他帮忙查欠债者个资 他竟然收贿13000 再偷偷使用警方的护正义查询系统 帮毒贩查个资讨债 他起初否认涉案 最后才坦诚 因为查案和毒贩走太近 最后走错路 检察官查出 他除了制毒烂查个资 还曾在下班后大胆贩毒 依制造二级毒品和收贿等罪 将他起诉 而他也被免除警员身份 东新闻台北报道